她是本土人最爱的琼瑶女郎,被内地女演员抢走老公后独自抚养儿子,如今51岁便这样。儿子高大帅气。 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公认的娱乐圈大美女。 她在琼瑶作品里曾出演过《青青河滨草》里的观音十六、《鬼丈夫》里的《紫烟》等角色,被观众赞美为最美琼瑶女星。 二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的合音与之前必衰老了不少,大眼睛周围布满了戏文。 但是整体状态来看,还是非常优雅,不像已经有50岁高龄。 在合音30岁的时候,她和小两岁的黄志中搭档拍了《大陆人》,两人因戏结缘,并且之后就结婚了。 结婚五年后,合音就生了一个帅气的小宝宝,一家三口很是幸福。 当初两人结婚的时候,黄志中的名气还一般般,结婚的时候也是没什么。 但是两人却在儿子八岁的时候离婚了,因为黄志中遗情别恋了,和柯兰在一起了,至今两人都是执念爱,没结婚。 不少人都替合音打抱不平,合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前夫,事业蒸蒸日山的时候,为了自己爱的男人为了家庭隐退了,结果换来了始乱中气的结局。 如今合音已经独自带儿子八年了,并且临婚后也没有说过黄志中的一句不对,还说会努力把儿子养好。 如今儿子也已经16岁了,长得很是帅气。高高大大的,心背十足。 如今51岁的合音,抚养儿子的同时,也有继续付出拍戏,时不时接戏,虽然只能演配角了,但依旧优雅,希望以后的合音会越来越好。